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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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广西 包括这个宁夏 安徽 福建 东北 很多农村已经告诉大家 已经在一星期前了 死人就地掩埋 而且埋不能说你埋你家地里去不行 就是指定的一个坑在某个地方 一层一层的埋 垫一层土埋一层 垫一层土埋一层 就是说这一层埋个两三百口 垫上土以后 不把那坑给填上 来了人再摆一层 摆一层再给弄上 弄上以后再来一层 然后在埋的时候就下面埋了一个就那种桶状的东西 桶状的下面就放了柴油 然后埋完以后上面油往下倒是那桶 然后油一样 点着了 闷在里边 跟那个闷锅肉似的 就把这几百具尸体就给所谓的去就火去菌的这种办法 那你还找什么家里人 什么骨灰啊 这就叫共葬 共同富裕变成了共同埋葬 共同埋葬了 这太可怕了 只有共产党干的出来 还有更惨的是上周习跟李克强大吵 李克强说我这没几天了 我干不了了 这个事还是交给你干吧 李克强一直撂摊子说身体不行 习每次都是说你还得干 就是把责任让他推 然后这次习就说了 好 我满足你 我来干 但是这个习马上说 纪委 国安委 政法委 然后呢 这个人民银行 成立这个特别经济这个小组 然后呢 李克强站起来就走了 这是第一次李克强有种的站起来就走了 说我得吃药 我得走 然后他就抓人嘛 然后搞经济完全胡扯的 家人 朋友能出来的妹妹 赶快出来 黑暗还没来呢 中国 最惨的地狱的生活 未来的八九十天 习就说大家你知道在九月底 两会前已经是方舱成了传染源 所有的报告习都不让大家公布 控制不了了 就是两会二十大以后没办法了 做好西村一到两亿的准备了 还等啥呢 这几个人呢 都完了 哎呀 兄弟姐妹妹 小傅啊 这个咱们真是透着乐吧 这个现在科学家说这个 扬了三次四次以后生育能力 和性能力几乎是可以确定 百分之九十九消失 这非常的可怕